当初苏东起为了抗日辗转来到重庆 但是却因为是台湾人的身份而遭到拘禁 还好遇到同事云林的前辈李万居坐保开市 随后加入了国民党 回到台湾之后 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零年间 四次的云林现议员选举 苏东起都以最高票当选 争扁实弊的作风 在政坛享有苏大炮的号称 不过在担任第二届现议员期间 他将选票投给青年党的省议员参选人 李万居 也因此触入了国民党当局 而被开除党籍 之后他加入青年党 一九六零年 他以党外身份角逐云林县长 获得光荣县长落选人的称号 隔年苏东起在县议会提出 敦请总统特色雷震的临时动议案 挑战党国权威 成了当局眼中的一根盲刺 一九四七年 接收台湾的国民党高压统治 可一连串贪妇 爆发全国性的金铭冲 那时候报纸上都有写说 路上有二十人 那样的惨况 不是你现在能够想象得到说 那个时候台湾人有多么可怜 甚至还要卖女去做仓 或者是卖身去做仓来养活一家人 这个报纸上都有登过 所以台湾人对卖身人那时候 有十万分 脱离殖民光复的喜悦复复存在 甚至在国民党员眼中 根本看不起台湾人处处打压 尽管苏东起没有参与二二八事件 但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朋友 精英一一入罪 这位心向祖国的青年 心里的冲击难以想象 转而对国民党有满满的失望 说好的时候 说日本人走 有多少人 中国人来 说九十十年来 当然那是一种歧视的威 他对国民党其实他很失望 他失望 所以他认为 日本当时通敌台湾的时候 虽然是通敌才没错 但是对台湾 叫国民党这样来比拼的时候 实在我差很多 就在蒋介石政权退来台湾后 苏东起毅然抛下新婚的妻子 和刚出生的儿子 落跑了 因为他对台湾的社会 他是失望的 被老婆妈妈抓回来的苏东起心想 既然到日本行不通 那么只能追求体制内改革 但在那个台籍精英遭打压的年代 该怎么做呢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爸爸就去参加了 这个县议员的选举 他出来参算 他第一次因为 辅助保障命费 他输 我们北京有一个人家赚赚赚赚 所以他第一次他没动算 1953年苏东起赢最高票 当选第二届云林县议员 仗义直言的苏东起 更被称为苏大炮 我们叫他苏大炮 因为那个时候 云林县党外议员有四个 苏东起赚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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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尽办法劝退候选人 但事实上苏东起并不是想要当县长 而是要避免国民党把持选举 造成的同额竞选 不正当年其他候选人都被劝退 苏东起劈起战袍 他要到选择管理的时候 他们甚至还拿50万来 说求他退算就好了 那我爸爸也没有接受 但是这样种种的举措的时候 都放爸爸他把他想起来 难道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民主自治制度吗 这样子选出来的方式 就是符合民主社会吗 敢言的苏东起获得高人气 许多年轻人也愿意帮他普选 然而党国控制的媒体却开始抹黑苏东企 甚至挑拨他与李万居的关系 最后苏东企也6000多票自查败选 当国机器的运作苏东企无力招架 他称自己是光荣的县长落选人 也正是在此时一股反动的力量 悄悄酝酿 演变成300多人被捕的武装台独事件